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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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 酷辣皮卡 不要啊 酷辣皮卡 你们不要担心 小杰 齐阳 小杰 齐阳 你们没事吧 没事 不过先前我有点担心 幻影旅团那边好像也起了内候 你回来了 你这小子真叫人担心 我哪有怎么样 我们都吓死了 和旅团成员对话或接触 就会面临死亡的命运 而且也不能用面能力 依赖已久的东西活生生被夺走的痛苦分位 你们慢慢的品尝吧 我等这一刻的来临 已经等待了好久了 来 来吧 我之所以加入幻影旅团 不 我假装加入旅团的目的 就是为了一切这一刻 这一刻 这个鬼东西也就不需要 这么一来我就不算是窝里板了 可以毫无顾忌地战斗了吧 原来如此 既然你不是团员了 我就可以告诉你 我没有办法跟你战斗 应该说 对你而言 我已经没有决斗的价值了 你这么说是想激怒我吗 还是想争取一些时间 趁我不注意的时候偷走我的念能力呢 能够窃取别人的念能力 然后挥为己有 随心所欲使用该项能力 所谓的操纵性猎人 也是属于克制写的吧 来 不要再让我继续等下去了 快出招吧 我并不是要向你挑衅 这是事实 那个家伙 已经在我的心脏里 刺进了所谓的纪律小指令 我已经 没有办法地使用任何念能力了 我可不想陪你在这说这种无聊的笑话 把你确实上下的能力轻轻发挥吧 因为 是少独一无二我最想打一的男人 也就是 我的目标 不管是真是假 我也就无法停止了 人家本来是那么期待的 全都泡汤了 是 库洛洛是我 不用等他 我们可以出发了 是 你是怎么偷跑出来的 因为我有个朋友很擅长易容是我 你放心吧 有一点可以确定 至少库洛洛那家伙绝对不会死在我的手上 因为我对坏掉的玩具没兴趣 我叫他逃命去 西索那个家伙到底怎么回事 没对库洛洛出手他就走了 库洛洛知道西索已经不是旅团成员 对他说出我刺紧了纪律小指令的事 他说出现了什么地方 以西索的个性来看 面对一个没有念能力的对手 没有任何的战斗意愿 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西索不是幻影旅团成员 没错 其实西索真正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打败幻影旅团的团长 库洛洛洛 小街 齐阳 害您转入这么危险的事 对不起 大师过去 库洛洛 县 你 换云旅团也不会消失 可是派克诺采一直都很遵守我们的约定 我们也没有必要再有什么动作了 我 我不希望库拉皮卡再跟换云旅团斗了 小杰 事情并没有因此结束 只要换云旅团一定没有消失 我心头的狠 绝对不可能完全消除 因为我 因为我 库拉皮卡 因为我还有非得继续下去的事 库拉皮卡 库拉皮卡 我现在也回去了 没错 团长已经安全被释放 这件事回去之后再跟你们说 还是等我回去再说吧 好了 我要先告辞了 哦 对了对了 其实我真正的占卜文内容是 真正的 那时候的预言 我改了 因为我要把换云旅团留在有颗心事 找机会跟库拉罗团长决斗 却没想到 库拉罗团长变成了一个没用的人 所以 根据真正的占卜文 我应该是在这个礼拜二跟团长决斗 而且 在我退出欢迎旅团的时候 旅团的团员应该只剩下一半才对 看样子 大家的命运都慢慢的在改变 再见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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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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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回家了 回到同伴身边了 团长他不会再回来了 你开什么玩笑 你给我把话说清楚 好 等我听完你的解释再做处置 我都无所谓 不过现在 我一次发出六颗记忆的子弹 刚好是幻名旅团 刚成立时的人数 飞坛 芬克斯 马奇 信长 侠客 富兰克林 你们还愿意相信 我的子弹吗 我的记忆 还有我的想法 难道他 派克 喂 你真的被对方控制了 富兰斯 相信他 他是派克 用锁链 如果你攻擊幻影旅團以外的人的話 庫拉皮卡會死掉的 接下來換你 派克諾坦 應該存活下去的不是我個人 而是旅團 派克諾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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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因為我們是夥伴 因為我們是夥伴 所以其實我們也不希望庫拉皮卡殺任何人 所以只要交換人質成功 就是最好的結果了 他死了 這是怎麼回事 我來解釋好了 派克諾坦 我都了解了 派克諾坦 潘因緣 潘因寬 潘因緣 潘因緣 派克諾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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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